是早安 轮回 真的有点紧张 我一会儿你们知道小年的 小年的由来吗 感谢大哥感谢送来的墨镜 你们知道小年的由来吗 知道小年 为什么 今天会这么热闹 为什么今天每一家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吗 以后我给你们讲 造王的故事和小年的故事 他的来由来源于哪里 他的民间故事传说是怎样由来的 接下来早安轮回送给大家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若爱好便是晴天 我亲自我君子就的 像我来自因 我来自于 他可能轮回送给大家 Zither Harp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陪伴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早安我的轮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让我深心的望着你 早安我的baby 你伴我迎接灿烂的曙光 迎接璀璨的黎明 是你给我无求的力量 勇敢的向前行 我要对你说声 谢谢你 早安我的轮回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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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是 好紧张啊 我今天我感觉 我像第一天直播一样 好像是第一天开播的 新主播一样的 就是 史无前例的紧张 我手都抖了 真的史 史无前例的紧张 哎呀妈 脸都红了 哎呀哎呀妈 你不用紧张 不行我有点紧张 我不是有点 是相当紧张 我的天哪 哎呀妈 谢谢感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 物语歌 欢迎新门外大哥 欢迎兵哥 谢谢感谢唐宝 感谢光明者 感谢光明者 哎呀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礼物来着 感谢新门外哥哥 感谢送来的暖暖的小手 感谢送来的暖暖的小手 谢谢 我对我叫不紧张 不不紧 我就不紧不紧张 对不紧张 我现在说的话 我现在说的话味都变了 不是东港味了 不是东北味了 划你们南方去了 南方味了 谢谢感谢红尘都梦 感谢送来的棒棒糖 感谢送来的棒棒糖 谢谢感谢我们的诚哥 感谢点亮粉丝团的家人们 再次感谢点亮粉丝团的家人们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 您的认可与支持 是给我们表演者最大的动力 之所以选择今天回来直播呀 也是因为太想念这个舞台了 和这里的粉丝朋友们 所以特地选择了今天 今天是小年 今天是南方的小年 昨天呢是北方的小年 今天是南方的小年 所以呢 静雯呢 我本是啊 我本是东北人 我本是啊 应该过这个 我们东北的这个小年 但是我们的家人们 大部分啊 就是南方的朋友 比较多一些 所以啊 我们选择了这个南方的 这个南方的这个小年 选择了今天 呃 1月15号 那 赞赞啊 谢谢谢谢 哎 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电脑吧 还有这个软件吧 我还不大会用 不大会 不大 不大太会整啊 我整的比较慢 大家多多的担待一下 稍等一下哦 电脑可能有点 卡咯 好了 刚才有点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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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吧 呃 这首一选择